中国和美国的月亮谁的更圆呢 博弈了八年之后 形势出现了逆转 大家好 博弈了八年 文化软实力战场 中国完成了逆转 美国的月亮再也不圆了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政治经济军事这种硬实力不同 文化软实力这种东西看不清摸不着 但又和每一个人都有息息相关 甚至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建设 毫不客气的说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越强 那国际影响力就会越大 而美国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文化软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直流传着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个说法 但这句话讲的并不是真正的月亮 而是中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 作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意思就是美国的文化比中国好 往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句话反映的其实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比中国要强 提出这个说法的人是胡适 一个很有争议的著名人物 但美国的月亮到底圆不圆 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了新的答案和看法 数年以前啊 来自美国的麦当劳星巴克开遍了中国大江南北 进口自美国的汽车在路上也总能吸引着目光 好莱坞的电影上映时电影院里总是作物虚席 这些其实都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体现 当时呢 在中国人眼里那些新鲜事物是那么的高大上 但就在几年时间里 这种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式的快餐不再是高人一等 星巴克的小资情怀也饱受大众的诟病了 产自美国的大排量汽车 比起国内新能源汽车稍显落后 还成了咱们生态环境建设的拦路虎 至于美国的电影 因为质量严重下滑和政治正确 在中国的票房也是大不如从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文化的滤镜碎掉了 美国一直以自由民主来标榜他自己 他给他自己套上了一层先进文明的外皮 那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是自由名义之下是泛滥的枪支毒品 民主名义之下是政客的操弄 先进之下是科技霸权和资本垄断 文明之下是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行为的包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真相是越来越不容易掩盖了 当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一个又一个的真相 在短视频中出现之后 中国人突然发现美国也不过如此吧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文章就承认 美国对华软实力下降 美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正在飞速的下滑 美国的品牌在和中国本土的品牌的竞争中 毫无优势甚至是节节败退 而与此同时啊 国外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短视频平台风靡世界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很多国家都是一彻难求 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在学习中文 甚至我们的思想也在很多国家开始生根发芽了 这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种体现 但是在我看来啊 咱们只不过是回归了历史常态罢了 在很多年以前 信息传递还不发达的时候 中国文化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亚欧大陆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咱们的文化传遍世界 那也自然也是应该的 八年之前 特朗普上台开启了中美博弈的时候 恐怕他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次博弈的开始 击碎了美国的滤镜 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全世界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